17年的6月17号 凌晨2点多接到他报警 有一辆汽车自燃 火石特别大 因为它的汽车 汽车招火 是一辆小的一辆面包车招火 我们将火石扑灭之后 我们排除了汽车自燃的情况 这个镜头正好被我们的一个枪机 一个监控去捕捉到这个镜头 那么有了这个情况 从这个时候可以断定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自然现象 2017年6月17号凌晨2点左右 江苏省张家港市东莱街道的 一小区楼外着起了大火 农烟将临近的很多居民呛醒 当时当时火石还是蛮大的 在三楼租住房屋的张正国当时正在熟睡 他被周围人的喊叫声惊醒 当他听说着火了 随即向窗外张望时 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他们在帮我敲门弄醒了之后 我起来我迷密复复的 我一看是我车子着火了 着火了之后 那个当时的时候 那个火就慢慢逐渐逐渐地往上面大了 特别大 张正国是一个做建筑工程的包工头 他有一辆面包车 这车平时就拉一些工程上用的建筑材料什么的 车就每天停在楼下胡同的拐角的地方 着火这天 张正国从楼上从窗户往下看 哎呀 这不是我那辆车吗 他就急忙拿起手机打了119火警 然后就拿着这个手机 给正在着火的这辆车拍了一段视频 张正国用手机拍下的视频 记录了当天的情景 你看那个这个火呀 你看当着啪啦啪啦地响 燃得特别特别大 一阵黑夜 整个现在一个居民小区那边都看不见了 这个是在您发现着火之后多长时间拍的 是发现着火了 起来两三分钟我就感觉不对 我就打电影 我就报警 报警的 报了我就没法呀 站在那里之后 打水也没办法打水的呀 打水也没用的呀 就是怕什么呢 就是怕那个油箱爆炸 油箱爆炸我也行蛮大的 是啦 我听说我有点害怕了 我就站得很远 都站得很远 大家都是不要靠近 给比那个老太佛 就是房东的老太佛 当时吓得了 哭起来了 接到报警的东来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 先用警车里的灭火器开始灭火 随后消防车赶到 凌晨2点40分左右 火被扑灭了 可张正国的面包车 却被烧得几乎只剩下了框架 惨不忍睹 面包车怎么会无缘无故的着火呢 张正国觉得唯一的可能就是自燃 他把面包车有可能自燃的想法 告诉了罢民警 当天消防过来灭火的时候 他们随行的参谋什么 对现场已经看过了 他觉得这个起火点 是在汽车的内部 所以他当时就是说倾向于自燃 但是不排除其他的 因为我们还要收取其他证据 第二天 就在张正国正准备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时候 东来派出所的罢民警 却对面包车的起火原因产生了疑问 我们就在开单的时候就想了 其实昨天气温也不是很高 并且零星还有点小雨 再说自燃这个时间段 跟咱们平时这些自燃也不一样 夜里气温低 这车它能达到自燃需要的温度吗 就这么个问题 让整个事件来了个大逆转 好 这辆面包车它要不是自燃 那这火是从哪来的 意外还是人为纵火 不管哪种情况 事情的性质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民警们调取了着火的小区周边的监控录像 其中有一个摄像头 正好捕捉到了一些重要信息 火灾发生前的10到11分钟之间 监控画面里出现了一个人 戴着帽子还围着一个 类似于一个面筋的一个东西 把脸都遮着 把它骑了一辆电冰车 到了案发现场 到了案发现场以后 电冰车停好 就静止走向那辆面包车 戴帽子的人将电动自行车停好 然后走向面包车 他似乎对面包车比较熟悉 将面包车侧面的窗户直接拉开 监控摄像头捕捉到了点火的整个过程 燃速比较快 明显就是加了什么东西 酒或者是汽油这种 就是说助燃剂 来加这些东西 一点都很快地找起来 找起来以后 这个人就往后一撤 过来以后 骑电冰车就走 民警马上对嫌疑人 锁其电动自行车的轨迹 进行了研判 6月17号当晚 就在东莱街道的另一处出租屋里 找到了这个嫌疑人 这个人不仅和张正国认识 而且他就在张正国的建筑队里打工 大家都管他叫小毛 17年的6月17号 凌晨2点多接到他报警 有一辆汽车自燃 火石特别大 因为它是汽车 汽车照火 是一辆小的一辆面包车照火 我们将火石扑灭之后 我们排除了这个 汽车自燃的这个情况 这个镜头正好被我们的一个枪击 一个监控 就捕捉到这里的镜头 那么有了这个情况 从这个时候可以断定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自然现象 每个城市都离不开建筑工人 可是有多少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呢 这些人每天凌晨四五点就出现在工地上 吃大锅炖的饭菜 睡工地上的工棚 他们的背后是需要靠工钱养活的一个 甚至几个家庭 他们的面前是城市日新月异的繁华 但这些繁华跟他们没什么关系 张正国就曾经是这样的建筑工人 十几年之后他熬成了包工头 作为包工头的张正国 在工人的口碑还不错呢 都说他这个热心 大方 好人 偏偏除了这个小毛 小毛今年二十九岁 离家在外打工已经七八年了 一直在各个工地上做小工 没学到什么真正的手艺 提到张正国 小毛心里充满了怨恨 但是当民警向张正国询问 有关小毛的信息的时候 张正国并没有将面包车 着火和小毛联系起来 张正国和小毛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张正国结识小毛 是在一家棋牌室 对于从事繁重而枯燥工作的 建筑工人来说 棋牌室是他们能够放松 和交朋友的地方 所以现在在哪里干活呢 他说我没有干活了 没工作了 我心里想到没工作嘛 我说你怎么会没工作呢 他说我原来在哪里干活 那边活没有了 这样子的 我说没有了嘛 心里想到他说你那边要不要 我说我那边整个事要的 我说反正要干事情要像一样一点 我说不要吊儿郎当的就可以 这样子 当时张正国正在招小工 又听说小毛是四川老乡 张正国就把小毛 带回了自己的工地 可是没过几天 张正国却感到有些后悔 干活就是不怎么样 不行的 我就有时候嘛 我就说他 我说你做点形象 人家都在 人家大家都在跟我提起不好的形象 我就这样说他的 我前面说他的 我自己自觉的干活 因为干活懒散 张正国多次批评过小毛 但是没起到太大作用 过了几天 小毛向张正国提出提前预支工资 但是张正国没答应 张正国听说小毛又到他们经常去的棋牌室 向其他人借钱 第一次借了钱 老板他说我不认识 他说以借钱之后 已经能快还到我 他说出这个话来 他说张哥我再借个棋牌室 马上借我还了他 我说他说过两天教育人都找不到我 他说这个话能说出来 我就老子是不正常了 这样子 每次出来他就怀疑 你可能是跟棋牌室讲了什么 关于他的事情了 所以导致他棋牌室出现了 对对对对 他就怀疑 怀疑他的心不中感觉到 他曾经说过这个话来 可是在小毛看来 自己人缘不好 是因为张正国总是在别人面前批评他 小毛甚至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另一个就是对我在打牌的时候 经常对我进去人格侮辱 有时他不打牌的时候 在我后面看的时候 他也经常那样 在很多人面前那样吃那个我 当初的时候 我是想我没有对不起他的事情 从来没说对不起他的事情 他还在我那边吃过饭 有时候在去饭的中午吃快餐的时候 我还把钱帮他付掉的 人在一起 三四个人我就 这个说实话 你在工作方面给我抓紧一点 做听话一点 就是小钱五十位的来对吧 这样是回事 在张正国的工程队打工 快满二十天的时候 小毛突然提出说我要辞职 正好这张正国对小毛干这活 也不太满意 那好辞职吧 同意了 一个星期之后 张正国的面包车 就被烧了 张正国一直不太明白 小毛为什么这么恨我 工人 你活干不好 我批评你几句 甚至我辞退你 那都很正常 可是放火烧车 小毛你就能干得出来 其实小毛的心里边 还有一个结 这个结 源于一个女人 小毛曾经多次跟张正国说自己还没成家 张正国有一个业务上晚来的朋友 是个二十多岁的未婚女青年 名叫阿琴 于是张正国就把阿琴介绍给了小毛 也谈了女朋友的 然后我就说电缩给我 我说我试着去聊聊 看看能不能聊成功 然后我跟她聊了 聊了两三天时间 然后突然有一天 我跟她发信息 聊微信 谈恋爱只是小毛单方面的想法 阿琴并不想和小毛交往 反过来 阿琴还责怪张正国 不应该把她的电话轻易告诉别人 张正国也觉得这件事自己做得太草率 可是他不知道 这个时候小毛的心里 已经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然后我就感觉 就是张正国在里面 在里面 在调 在调我跟她之间的关系 调你跟她的这个关系 你跟她的这个关系 在死坏 我跟她朋友这种关系 我跟那个女的聊得蛮好的 前两三天聊得很好的 还通过了十几分钟的交话 然后突然就不联系了 我都感觉是她在里面调试 调试 四岁在里面调试 张正国 张正国在里面调试 离开了张正国的工程队以后 小毛一直没找到工作 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 她觉得自己失业没钱 谈不成女朋友 这一切不顺利的原因 都是因为张正国 我刚刚进入到嫌疑人 发现这个人他沉默寡言 并且从行为局势上看 应该是比较自卑的那种人 2017年6月17号凌晨2点 小毛带着酒精和打火机 找到了张正国的出租屋 他知道张正国的面包车车窗坏了 一直没修理 可以轻易打开 于是将点燃的衣服 通过车窗塞进了面包车 小毛放的这把火 不仅是烧毁了张正国的面包车 在当天夜里 也对附近的居民造成了巨大的惊吓 目前小毛已放火罪 被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 找不到工作 挣不着钱 谈不成女朋友 成不了家 这些事在很多农民工身上都发生过 小毛碰到的这些困境 也不算是什么天大的事 好好想想 这种局面是怎么造成的 是不是自己手艺不行 是不是自己工作不够认真 跟别人沟通有障碍 想明白了就会发现 改变自身的状况 那才是自救的唯一办法 不是像他现在这样 一碰到问题 我没毛病 都是别人在使坏 然后就报复人家 其实我倒觉得 小毛表现出来的这些问题 出在心理上 心理不健康 性格就有缺陷 行为就容易出格 今天烧人家车了 得受刑事处罚 可根上的问题要是不解决 后面的日子依然是危机四伏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